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北正福斯 那2021年1月19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去年全年的国内生产种子的核算结果 较2019年同期增长2.3% 那因为疫情影响的GDP的增幅是较以往有大幅度下降的 但是我们和世界几个主要的国家或者经济体比较的话 中国是唯一一个GDP正增长的国家 我们可以对比一下 2020年世界上主要的经济体由于疫情的影响 它们妨碍全都是负责的 比如说领头羊美国它的GDP下降了整体下降3.5% 欧盟下降了6.4% 而且更糟糕的是由于脱欧的关系 英国整体脱出去了 所以英国它的GDP的总量 它是不记录欧盟整个经济体当中的 所以中国由此一举超越了欧盟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的经济体 是以一个微弱的优势 欧盟是14.85万亿 中国是达到了14.86万亿 印度下降了4.5% 以及日本它是负了4.8%的增长 这么比起来中国算是可谓是经济增长非常强劲 加上引号的一个经济体 那么很多人会提出自己这个经济数据是否可靠 我先给出我的结论 这个经济数据是非常可靠的 并且可信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我们计算GDP核算GDP一共是三个方法 一个投资法 一个是收入法 一个是收支法 世界上大多数的经济体 这种核算的方式是大同小异的 具体的计算方式比较长 大家可以去国家统计局的官方网站上查询 里面有很多小项哪些纳入计算哪些不纳入计算 我的观点是GDP的造假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因为GDP它是可以从不同的维度去 反向印证它是否是正式的 那我讲第一个维度 就是说政府财政收入这个维度 很多计程就是社区基层的工作人员 他们会经常进行一些收入调查 或者是这个区域的经济调查 他们的调查经验会告诉他们 很多时候他们是虚报数字的 为了让数字好看点 比如说让小营业组或者是企业 可以多报一些营业收入或者利润上去 然后他们会由此得出 这个经济数据都是假的 统计的都是很多水分的 我想说的是很遗憾 你们做的经济数据的统计 是最后不记录这个统计局的统计的 因为这个GDP它是和税收挂钩的 打个比方一个地区它要 如果它是一个1000亿规模的一个城市GDP 那它就要有相应规模的财政收入 这个财政收入是什么呢 它必须要上缴中央 地方节流财 如果你没有上缴相应的规模的财政 那只有两个可能 一你缓报GDP 第二就是很严重了 你没有上缴税收 这是节流它的财政部分 这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了 中央对地方的制衡 往往是税收 还有财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 中央先要收上来 然后再分出去 那你私自节流它的财政呢 这是有可能让你成为地方分裂的情况的 所以中央绝不允许出现这样的情况的 那你想要 比如说你去年900亿的这个GDP增长 今年你为了好看点 然后把它给裁斥成1000亿 好那多出了100亿规模的GDP 那相应的财政你就要多出去 如果你没有收到相应财政怎么办呢 怎么可能让政府投资吧 而且晚年从18年开始 中国开始减少就是减税政策 比如说增值税等一系列税收 在税收种类基本不变 然后它的税收的税率往下降的同时 每年的财政收入是升高的 这只有一种可能 就是税收的基数大了 为什么基数会大 只能说明经济是增长的 它才会基数变大了 那我们上过中学的这个经济课本就知道 税收是一个国家主要的财政来源 你的税收不增加 你的国家财政如何增长呢 那税收从来也来 你的GDP是没有增长 如果你的GDP是零增长甚至负增长的 那么你的税收怎么会产生正向增长呢 我们当然这个税收它的税的总内 它并没有大的改变 第二点呢就是第二个维度 就是说我们可以从 外商在华投资额的增加额来判断它是否造成 第一呢就是 作为一个外国投资者 它对华投资 它首先是自己有一个预期 这个预期就是你的经济指数 经济数据 你比如说之前的几年 都是10%左右的增长率 那么我对这块地区投资的 投资以后 对它的预期回报的价值 就会和这10%的经济增长率所挂钩 我会有一个心理预期值 那么好 我在投资 在华投资一年以后 是否会追加投资呢 这就看它是否达到了 我当年投资这块地的预期 产出预期嘛 达到了这个预期 它就会追加投资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外国资本在华的投资的增加额 具体增加了百分之几 我尚且没有达到数据 但是这个可以确定的 就是在前一段时间 就是中国成为外国在华投资 欧盟在华投资最大的经济体 一举超越美国 这个数据是很难很难做假的 因为我不太能够相信 所有的外国资本都会配合 中国政府去做一些粉丝性的宣传 因为资本它是很聪明的 它会到一个利润最高的地方去 可以赚钱的地方去 资本它有一种很灵敏的嗅觉 所以我相信它们是真实的 然后第三维度呢 就是中国国内的上市公司 它的利润增长情况 所有上市公司它的报表都是公开的 当然你可以说它财务报告造假 但是总的来说 它是可以客观反应的 客观反应它们的这些利润收入 来收入啊这些东西 都可以客观反应的 毕竟还是要审计的嘛 我们可以 就是说对 我们可以说 财务造假的公司 它必定是少部分 而且并不能影响整体的 上市公司的情况 那么在之前 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我们先不说国内的上市公司 我们先说说看看 外国企业在华投资的上市公司的 这些营收的增加额 大家可以去查证一下 像我之前看到 外国在华投资的车企 还是其他企业 营收都是增高的 也就是说 如何才能营收增高呢 也只能是这个地区的 消费能力增加 它才能营收增高 消费能力的增加 其实是可以侧面推断出 这个地区的经济增长的 所以这也是一个维度 那么GDP它很难作假 那么它一定是非常客观的吗 也不一定 就是GDP它很难作假 但是它很容易注水 而判断它是否注水呢 就是看它以前 核算GDP的数字的范围 和现在范围对比 现在核算的范围是否纳入了一些曾经不纳入核算的一些 一些项目 它今年纳入了 这就可以看出它是否注水了 打个比方 我国GDP呢 它是不把爱手交易纳入GDP核算的 其实按照道理 只要产生交易 它就产生GDP的核算了 产生GDP的 但是我们国家呢 一般是不会把爱手的交易纳入GDP的 它纳入GDP范围是什么呢 比如说你去买一个爱手的房子 那么中间商 比如说它是一个中介 它收取了百分之几的佣金 这中间的服务费 它产生了这个GDP 比如说是2%的中介费 一百万的房子 那它可以拿两万 就产生两万的GDP 那一百万的房子的话 它是不产生GDP的 所有的爱手 它都不产生GDP 那这里面还包括了什么呢 中国的一些 像某些医疗 还有其他的教育 某些教育 也是不纳入GDP统计范围的 那么今年也是没有纳入统计范围 什么叫注水 打个比方 印度它曾经计算GDP 它是不把牛粪作为燃料的 在印度牛粪是燃料 它们之间交易产生的GDP 它以前是不记录GDP统计范围的 但现在它纳入了 这在我看来是一定程度的注水 当然你也不能说它完全注水 因为它确实是一种商品 它确实是一种燃料 是一种能源 那像某些国家呢 它们甚至把大麻的交易 也纳入GDP的统计范围 这就是非常 这简直就不是注水的 而是放水了 那很多国家为了自己GDP好看 社会把一些成绩不纳入统计范围的项目 它现在纳入统计范围了 而我们国家呢 基本上没有这样的情况 非它没有这样的情况 而且我们国家统计GDP的口径就这么大 就是出水的口径就这么大 所以说即便地方官员有想要GDP注水的这么一个意愿 最后呢 由于口径就这么大 它也是没法注水的 即便你注水注进去 中央一统计 你还得把水分给挤掉 一个地区的GDP 我们还可以用一个很 就是简单直白的一种方式 去看它是否是一个比较实在的GDP数据 就是一个地区 它的财政和GDP的比例 是多少 这我们把中国的财政的GDP比例 和这个世界各国的财政GDP比例看一下 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出哪些国家的GDP 这个GDP的水分更高一点 哪些国家的GDP水分更低一点 如果以中卫记者的话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有不同意我的观点 可以在评论区里面评论 如果喜欢的话 可以点赞 投币 转发 谢谢